大脚新讯息 你们从某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待某件事 如果你们愿意 你们可以把它当作事实 当作真相来接受 但你们不必只接受一种看法 一种观点 你们可以从整个局面中抽离出来 然后从各个角度去看问题 以一种更近似于鸟看的视角 去看待某一个话题 你们不必把你们所有的力量 都交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 只因为他们针对某件事 提出了令人幸福的论点 当然 他们会想要说服你们 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是对的 有时候 有些人希望你们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因为如果你们相信了 那么你们就认可了他们和他们的观点 他们真的需要这样 有时候 有人会试图说服你们相信某件事 因为他们渴望受欢迎 名声 财富 有时在他们灌输给你们的东西背后 有一个政治议程 有时你们很难分辨某人的议程 是什么 尤其是当你们喜欢他们多年来 在各种话题上所表达的其他观点时 也许这个人在告诉你们 如何显化你们所渴望的实相方面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但他们也非常深入地研究阴谋论 当你们观看那些视频时 你们会感到反胃 这让你们在选择该收听哪个频道来获取信息时 感到备受挑战 我们会告诉你们 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信息 就如你们并不需要教导一样 你们需要的是那些 无论是在人类形态中 还是在外星人形态中的 将引导你们进入你们自己 进入你们自己的真相的存有 你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的感受如何 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要听他们的 而不是听从你们自己的感受 那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你们也想知道当你们的感觉出现时该怎么做 以及如何让自己在更高的震动中运作 你们不想收听一些让你们失去力量的信息 你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们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对此无能为力 无论主题是什么 你们总能做些什么 无论问题是什么 总有一种方法 能让你们与你们想要体验的实相和谐的震动 并非你们所有人都注定要生活在同一个未来 这取决于你们与什么和谐的震动 你们有能力随时调节到你们正在震动的东西 并将它切换到一个更高的频率 这就是你们所有人真正需要知道的 我们关心你们 我们关心你们的震动 因为我们关心你们的感受 所以当我们看到你们都调频到那些 让你们感觉更糟糕的言论时 我们知道你们很困惑 我们知道你们需要放下头脑的处理过程 这样你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情感上的处理 我们也知道 一旦你们清除了自己内心刚刚被触发的任何东西 那时候你们就可以有目的地震动 并为你们和地球上的其他人 创造一个感觉更好的实相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下期证会